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上星期在網上的文章中看到一個標題 我按一下標題 標題叫做 身四膏與癌症同樣危險? 什麽是身四膏? 大家中了收支是三膏 要防三膏 三膏是高血糖,高血壓,高膽固醇 什麽是身四膏?究竟加了什麽? 原來有一位腎臟科醫生在節目中指出 高尿酸,高尿酸的問題和我們所認識的三膏 同樣危險 而高尿酸便會有痛風 雖然可能一年出現一兩次急性痛風之後 人們會覺得好像沒有問題 但這位腎臟科醫生說了 如果一年出現一兩次急性痛風 需要做洗腎的風險是高達90% 這很厲害 大家都眾所收支 如果健康情況之後 去到一個洗腎的情況就很嚴重 大家都知道 現在人們的腎病越來越多 很多人都在用洗腎的方法 去捱住他 有一部份人,小部份人 去企圖用换腎的方法 换腎就算在香港换了百多萬 但有些人去大陸,中國試試 可能幾十萬便宜些 但始終這些問題 最好就是不需要走到那一步才去處理 也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不是一個長久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早治療,及早健康 讓他不要變得神衰結,或者很嚴重的癌症出現 才去亡羊寶圖 是的 這位腎臟科的醫生指出 為什麼現在人們會覺得 要將尿酸加入成為新四膏呢? 就是在日常飲食習慣裡 因為現在在日常加工食品裡 用得太多的果糖漿 令到一般市民血上吸水太多了 而引起尿酸的問題 令到他們會達至終身洗腎的情況 尿酸或痛風症狀有什麼? 最常見的是大腳趾公出現了刺痛 或者痛風的發作 所以有時這個名字 不是有什麼情況 是當他發炎的時候 風吹一吹,都已經痛到不得了 甚至出現了膝蓋 或者嚴重的關節炎 這位醫生提到 好像不會致命 但是如果處理不當的時候 剛才提及過 會做一些尿毒症 令到要做洗腎 當然在他們的治療方法 就覺得用藥物加飲食 就可以控制尿酸 他認為西藥治療的尿酸 是阻止降低尿酸和尿合成 覺得很安全 也不相干,也不相散,也不相胃 比起長期吃止痛藥 只不過是 跟止痛藥的分別比例 袁先生,如果一般在西藥上 用這些痛風或者防止尿酸症狀的藥物 有什麼副作用呢? 始終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西藥始終是一種合成物 即是自然界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物質 用它進入身體 身體一定會有些排斥 所以副作用基本上是無可避免的 在伏食痛風藥叫做Aeropyrinol 可以說是用了很久歷史的藥 藥方面原來也有很多顧忌 譬如第一顧忌 如果你對於藥的成份有即時敏感 這個就不可用了 如果你是懷孕或者預備懷孕 或者是在餵奶的媽媽 其實你也是不可用的 如果你吃很多其他藥物方面 你也要留意藥物和Bepulsin Aeropyrinol 彼此之間的敏感 也可能對食物方面有互相反應 在醫學上的资料 他發現原來有些藥 是會和Bepulsin Aeropyrinol 这个痛風藥有直接冲突 譬如抗生素 Amoxicillin 和Ampicillin 即是简单的抗生素 很多时候会增加皮膚出疹的危機 另外一个就是Cloropropamide 这是一种糖尿药 是用来增加糖尿的敏感性 这个药和Aeropyrinol Bepulsin一起吃 可能令到这个药 增加它导致血糖低 它的药性加强了 血糖会出现血糖低 还有Dicumoral 或者我们叫做口服的薄血药 这个当然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很多时候令到药本身的作用 加强了很多 变得过量了 另外有些去水源 Fireside去水源方面 也会增加药本身的副作用 还有一个药 我们叫Psychosporin 是环泡素 是一种抗生素 通常用在一些人做了器官移植之后 吃这个药 是减低器官被排斥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要明白 不要以为换成了神 就是了百了 第一 它不会用很多意愿 第二 你换成了外面人的器官 你的身体会排斥的 你会不断地吃药 是禁止排斥的能力 还有西洋 Aropyrinol上用的西洋 其实效果不是即时见到的 即是急性的时候 吃这个药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很多人在急性的痛风 只能吃止痛药 因为一般的痛风药 要慢慢才见效 通常要连续服用几个星期 差不多两至六个星期才能感受到的效益 所以在急性的情况之下 其实常用的药是无法发挥舒缓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结果先吃止痛药 当然任何药都有副作用 包括Aropyrinol Bepilson 它的副作用会温温等等 很多时候现在还很常见 这些情况 你当然不能够开车 不可以操作机械 还有很有趣的 这药也有一种反的效果 令到你的痛风的发作更加密 要几个月痛风更加密,才能慢慢抑制 早期本来已经辛苦了,还要吃,更加痛得厉害,离得更加密 所以痛风药是有局限的 所以坊间很多时候人都知道,很多人都懂得留意 其实饮食是很重要的 一种说法,痛风药是皇帝的病,帝王才有的,富贵病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饮食吃得太好 饮酒、食大量肉、海鲜等大鱼大肉之下,就会产生这种病的高危 在医学上,我们知道这种病是影响男性多于女性20倍 男性患者是20倍于女性患者 其他高危群,男性是高危,喜欢喝酒的人也是高危 喜欢吃海鲜的人也是高危 喜欢人多些,很多时候很少年轻 但我最近也遇过一个年轻的,三十多岁 痛风药是起不了床的,痛得很少见到 有点发烧,甚至痛得不能动 也是有家族性的,如果家人上代有这类的病 那机会也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营 以前是很喜欢运动的,打球的人 患痛胸肌肉大一点,这个挺奇怪 这个挺奇怪 会不会是因为运动营退役后 完全不粗练时便会变成肥胖人士 可能是大鱼大肉 可能是大鱼大肉 那时要很控制,退役后便放松了 变成肥胖人士比较容易 另外高危群便是肥胖的人 了很多人是在用瘤血液的渋水源 也将你的尿酸的浓度增加了 很明显的病是和血液的尿酸有关的 尿酸增加了,通常是肝增加了 而且排走尿鲜的腎也弱了 这之后令尿酸聚织在身体 成为所谓的水晶体 这些水晶体可能是黏在身体的关节组织 尤其是大子宫 但其实不是大子宫 可能影响的地方是触果、手腕、手指 当然痛得很厉害 有时候一发作就算用药 也要挨几天因为没有急症的西药 所以很多人会发烧几天才慢慢平复 因为没有急症用到的西药 只要用止痛药 如果发烧就退消药 但要令痛风能够舒缓 长远来说也是我们饮食很重要的 我们的文章中也提及 很多人常问食物方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文中有些人提及 痛风时适宜吃什么 有人就质疑了黄豆 黄豆可不可以吃 豆腐 对 豆干等 但在文章中说 豆腐、豆干等 黄豆的制品 导致尿酸稍微升功 但因为黄豆里含有大豆二黄酮 是一种强大的抗发炎物质 因此它可以抑制痛风的关节炎 相对来说 适量的食用来说 其实是有一个帮助 海鲜 刚才我们也说了 至少是中和了 它属于中度高的尿酸食物 但它本身含有对抗炎症的成分 二黄酮 所以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的食物 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个朋友在外国旅行 突然之间就痛风 因为这个人真的喜欢大饮大食 他说他最近吃了很多豆腐 他以为这样 就发作 立刻叫我问我有什么方法 叫朋友来买一些产品、工具和尿剂 另外一项刚才也提及了 喜欢吃海鲜的人 是否真的海鲜不能吃呢 其实文章就看到 部份的海鲜是可以吃的 最主要是没有鱼鳞的鱼 例如我们知道 白大鱼、鰻鱼、鲲鱼、鲲鱼、鲲鱼 这些鱼是没有鱼鳞的 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吃有殻的海鲜 例如蝦、蝦、蚌等 相对来说 有鱼鳞的鱼是可以吃的 始终海鲜有很丰富的蛋白 在我们人体也需要 所以大家要因应 吃有鱼鳞的鱼 就没有问题了 内藏部分 内藏部分 也是动物内的内藏 肝、肾、心 这些部分都会引起痛风 但相对来说 肚、肠、猪肚、四神汤等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不是所有的内藏器官都有问题 不是所有的 所以 也不是全部不能吃的 就是肠、胃等各方面 另外 刚才提过 黄斗可以有抑制痛风 但是 它发了牙 成为大豆牙菜 或者是绿豆牙 露笋尖 属于高飘零食物 这些就不能吃了 你单独吃黄斗是可以的 但是吃了大豆牙菜 发了牙的时候 要是属于高飘零食物 就不能吃了 因为那个露笋尖 在我们好几年前 我们做过一辑 解释Aspiracus 对癌症很好 我亦遇过一些病人 写信多谢我们 他本身有抢癌 打算开刀 吃了露笋尖三个月 就控制了 也有一位说 他自己声称是肺癌 但他吃了露笋尖三个月 所以露笋尖有很独特的治疗 但对于痛风 要避免 要避免 当然 如果有些人平时没有什么问题 但大量吃露笋尖 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也听过 饮食里面 我们也要说是一个平衡 就是蕃茄 蕃茄就不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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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痛风的状况下 因为会引起高尿酸的血症 所以令到痛风会发作 所以尽量避免不能吃 也有提到 蕃茄的蕃茄 蕃茄也会引起痛风 可能在中国人来说 蕃茄也比较吸毒 也不应该吃 以上这六种食品 如果已经患有痛风的人士 或者这个部分 就可能要避免一下 袁医生 除了在饮食方面 我们刚才说避免了 但有什么东西 可以预防吃 遇到这个情况有问题 也可以用 第一个就是姜黄粉 即咖喱 有些人都喜欢吃咖喱 原来姜黄粉是一种消炎的 很多情况我都建议在我们基本的早餐里 都加上咖喱粉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酷斯腾 就是豆皮素 其实是洋葱 洋葱的成分 就是多吃点洋葱 多吃点咖喱 多吃点洋葱 第三就是苹果 尤其是苹果皮 苹果皮 吃半只苹果皮 记得很多人习惯上是批皮的 但是如果有痛风 帮助对付痛风 其实我要特意吃苹果皮 一天吃半只 接着有车离子 车离子一天吃六粒到七粒 当作一种简单的预防 幸好香港车离子是四季四季 全然都有的食物来的 然后买到回来 有空就吃六粒一天 当然士多啤梨也是一个好的 是有帮助的食物 然后就是水 大量补充的水分 这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第一 避免我曾经所说的 水高飘莲的食物 多吃点帮助对付痛风的食物 在我的治疗里面 我们也用这种方法 好了 有没有其他特别的功效呢? 没错 袁医生在临床上 全世界搜罗有效的产品里面 针对性 因为刚才也说过 这个痛风已经认为是一个很常见 身四高 跟癌症一样很危险的症状 在西药方面 没有即时处理发作的时候 都是要用止痛药 甚至是有这么大的治疗药品 在自然医疗的产品上 袁先生 你收留了什么产品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 如果听过我们的节目 我已经有很多年了 我们过去很久以前 也有谈及痛风的疗法方面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 在YouTube或者进入我们的网址 第二个episode239期的一个节目 我们就有谈及用什么同一疗法的疗剂 去处理急性的痛风问题 好了 已经已经几个月了 可能在因缘之前 有一集是520集 episode520的时候 我们就介绍了一个痛风的天敌 这个其实是一个食物 是一种痴性红萝卜的浓缩食物 我们很久以前 在电台自然医院里介绍过 如果在健康店找这个 我们叫做熔石片 其实是一种痴性红萝卜的浓缩 对付痛风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在临床方面 我们也去过这间公司 他们给我们一些资料看过 有些人痛风到 有些人痛风到 手指全部都变形 只是走路都走不到 可以双残得很厉害 结果也是用熔石片去帮助他们 所以这些工具 在鹿藏健康店 网上可以马上买得到 当然了 健康店里面有几千 20个产品 如果大家对健康有兴趣 想用治疗医疗的工具帮助 可以多点赞来鹿藏健康店 在铜锣湾很方便 在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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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 无法下床了两天,性气打电话问袁医生 他没有什么特别症状 袁医生介绍他用熔石片,马上找他的家人去买 回去吃了一天,第二天就立刻回复袁医生 已经超过七八成,起码可以放在地上下床 所以刚才提到的,西药方面都不会有即时效果 但相对天然食品中提取的成分 就可以做到一个即时效果 所以这个报章突然提起,原来除了三高 还有第四高,还有新四高 意思是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但能够好好的处理就不容易 所以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 不单是会痛苦,但最重要是腎 很多人的腎会慢慢衰竭,可能不知道背后 其实暗地里有些高尿酸 这个熔石片的新资料 他们发现不单只是对痛风有幫助 其实对整个人的健康也很有幫助 可以长期放一个基本健康的补充剂服用 一般我们的健康产品,大部份都是属于浓缩食物中提取出来 即是如果有症状,有症状发生的时候 我们服用的剂量可能会比较多些,大量一些 但作为一个预防,或者是一个保健形式 其实是可以长期服用的 视乎看你服用的时候,剂量有多少来决定 今天很感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 新四高疗酸痛风的题目 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如果觉得有身边的朋友 或者家人都可能需要这个帮助 这集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刚提及到的健康产品 或者同类疗剂,可以联络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电话号码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感谢袁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by bwd6 by bwd6